以前阵子搬家 收拾房间时偶然翻到大学时的毕业照 看了下 其中有大部分同学 我居然都叫不上名字了 有的 甚至还是跟我睡过上下铺的室友 回想当时 大家相拥作别 约定步入社会后也要保持联系 然而此去今年 对方最终变成一串到了嘴边 却又叫不出来的名字 为数几个交情还在的同学 也都只是因为在业务上仍有往来 人们常说 年轻时的关系最为纯粹 不掺杂任何利益的考量 年少时 我们总觉得和一个人处顺了 就能做一辈子的朋友 不会在乎对方的家庭 工作和背景 到头来才发现 往往就是这种不讲利益的关系 最后只剩下相识一场 二 最近重温诺奖小说 日瓦哥医生 对其中一段情节感触很深 马尔克尔和日瓦哥结交于战乱年代 那时马尔克尔有枪 能保护日瓦哥的安全 日瓦哥有医术 能在马尔克尔受伤后提供救治 后来两人离开部队 来到远离战火的小镇 也发誓要做永远的朋友 半年后的某一天 日瓦哥想要清扫院子 询问马尔克尔能否到他家打水 马尔克尔毫不犹豫地说 随你弄多少 糖浆没有 水有的是 日瓦哥第三次登门打水时 马尔克尔没了先前的笑容 只让他开门小心 不要漏尽冷风 等到日瓦哥第五次推门时 马尔克尔直接变脸 你要识相点 要不是我女儿替你说话 我早就把门锁了 初看这段故事时 只觉讽刺 如今只觉无比真实 同样是回到小镇 马尔克尔得以跟妻女团聚 过上自己自足的生活 日瓦哥却孤身一人 又无处行医 日子穷困潦倒 只能接受马尔克尔的接济 曾经患难与共的交情 如今却是两人之间付出 和索取的长期错位 用人情做出来的关系是暂时的 用价值做出来的关系才是长久 没有价值上的各取所需 集桶水就能让曾经的死党形同陌路 三前段时间 查理·芒格走了 人们在叹息一位传奇投资人去世的同时 也新鲜他和巴菲特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芒格曾对此开玩笑说 追上一个女神最好的方式 就是配得上对方 其实所有关系都是这个道理 唯有和自身价值相匹配的交往才能如愿 人际学专家 阿图无相楼提过价值闭环的概念 任何关系 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体系 你向我提供什么 我能等量予以回报 价值交互形成闭环 这个体系才能长久稳定地运作 但如果付出和索取出现错位 价值闭环就会断裂 长期来看 这样的关系注定渐行渐远 连月曾说 与任何人社交 最后都要回归个人价值 个人价值增长 你就会有长期陪伴的朋友 个人价值趋近于无 别说新朋友 几年后连老朋友的身影 也看不到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当你做不到让人有利可图 自然没人愿意和你产生连结 当你拥有可供交换的价值 就能自带磁场 吸引别人聚拢在你身旁 四这个故事 来自畅销书作家胡安焉 他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朋友 是快递站的同事小高 那惠儿他还没办完入职手续 送快递没有任何报酬 但小高能当代教老师 带他熟悉附近的片区 他也很乐意帮忙 两人结伴送快递 下班后一起吃饭 相处得十分融洽 谁知半个月后 两人便几乎不再有任何往来 起因是胡安焉发现自己还不是正式员工 就带着入职材料去咨询小高 小高却对他说 你干脆晚几天入职 我要回老家办事 你刚好用我公卡帮我再顶几天 胡安焉愤然拒绝 认为小高好占便宜 不值得交往 为何偏偏这次的反应如此不愤 他在自己的书里解释说 小高其实一直有占人便宜的习惯 但自从我不需要他代教后 这个习惯尤其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我们常说 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 但其实少有纯粹的久处不厌 只是彼此提供的价值 能够运凭所有褶皱 一旦价值的天平失衡 原本不以为然的问题 就会不断放大 一段关系也会土崩瓦解 一见如故的香蕉 也许源于情绪的共鸣 三观的契合 持久稳定的相处 必然离不开价值共享 互利互赢 1970年 乔布斯经同学介绍 结识了发明家沃兹 后来沃兹组装出苹果一号电脑 想要推广却处处碰壁 唯有乔布斯觉得 苹果电脑具有颠覆性的创意 并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 替沃兹卖出150台 当乔布斯在亚达利公司上班时 被要求在四天内设计出一款产品 沃兹也陪着乔布斯不眠不休 凭借高超的编程技术 帮乔布斯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交付 在外人看来 乔布斯激情而严苛 握自内敛而温顺 是格格不入的两个人 但他们却长期保持合作关系 共同见证了苹果公司的创立和壮大 想起三毛曾说 我接受你的小脾气 你忍受我的坏习惯 不是我们能彼此包容 而是我们能各取所需成年人的世界 感情是年和季 价值却是基石 没有年和季 两个人仍能站在一起 失去脚下的基石 即使靠得再近 最终也会四散飘零 五有没有想过 世上关系最紧密 且最长久的两样东西是什么 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 给出的答案是泥土和树苗 他在社会交换的性质中 是这样解释的 树苗得到泥土的滋养 最终长成参天大树 泥土吸收腐化的落叶 从而愈加肥沃 好的关系正是如此 想起美团的创始人兼CEO王兴 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 和室友王惠文 共同创办了人人网 每当网站经营到困难 两人都会相互打气 然后坐在同张办公桌上 讨论方案 你一言 我一语中 许多看似棘手的问题 都变得迎刃而解 人人网已在两人的努力下 成为国内人气最高的校园网站 王兴退出人人网后 连续多个创业项目 均以失败告终 王惠文得知后立刻回国 陪王兴度过一至最为消沉的时光 王兴在他的支持下 通过创立美团 焕发了事业第二春 而当王惠文 医抑郁证入院时 王兴也是毫不犹豫地 掏出二十亿 买下王惠文名下经营困难的公司 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里 他们从懵懂学生成长为商业巨头 彼此关系也因此更加紧密 没有人开始一段关系的初衷 是为了拥有一个更差的人生 别人同你暂时相处 可能是因为交情 但和你长期交往 必然是你能持续输出价值 彼此成就 互为贵人 正如有句话所说 跟不上别人的脚步 最好的朋友 只能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坚固的友谊 是我们一起前进 而不是我在原地等你 你拉我一把 我渡你一程 两个人才能结伴 去走更远的路 一位孤独失忆的年轻人 找到老禅师 哭诉人间的事态炎凉 禅师没有说话 而是吹灭了年轻人带来的灯 面对年轻人的不解 禅师反问道 一路跟着你来的影子 现在你还能看到吗 是啊 不带光亮的活着 影子也会离你远去 世上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都是价值匹配后的结果 价值互换 利益共享的关系 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躺过人世的浮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欢迎讨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